靜明 興去的還有! 目前已經送的庵盤 我們敬禮 傳承主持 辽民和尚,杀佳正空上师,十六是大宝皇喀玛巴,徒登大吉上师, 敬礼,谭承三宝,敬礼,今天灌顶的祖尊, 南无三万所摩托人,我的南汉,不动名望,敬礼,十人金刚, 敬礼,谭承三宝。 老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 今天有没有网络,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吉祥。 好,我是第一次到了巴拿玛。 也是第一次到了长虹雷丈寺。 人生的第一次是非常重要。 刚刚他们献哈达,那么多人走过来,我依依啊,这个抛锈球一样。 位置很高,他们挤不过来,那我就把哈达用抛了。 没有一个掉下哈达。 没有一个掉下哈达。 在密教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习俗。 这个哈达如果抛上去,这个佛菩萨的手啊,刚好给你。 你抛到佛菩萨的手,抛到他的金身,抛到他的脖子。 而没有掉下哈达,这表示你成佛有希望。 你如果这些佛菩萨在这里啊,你往上一抛啊,他一条就滑下来,一直滑到地上。 那表示,不要讲说表示什么了,下次再抛。 时尊第一次啊,到了长虹雷战士,用抛的这个哈达,每一个人都挂在脖子上。 表示每一条鱼啊,全部都是上网。 都可以往生到极乐境前。 有病的,就能够治病。 有灾难的,就化解。 有怨敌的,就退散。 增加所有的长虹雷战士,所有的住持,礼建士,所有委员,所有的长柱,跟所有的义工,增加他们的福分,跟他们的智慧。 这里的佛菩萨很灵了。 你看啊, 抛哈达哦,没有一条掉到地上。 我今天到第一次到这个长虹雷战士,刚进门的时候啊,往外一看,我看到很多的烟囱。 有烟囱。 有烟囱,对不对? 那还冒烟呢? 还冒烟呢? 是很好的这个宾。 是啤酒的工厂。 啤酒的厂在那里。 还一直在冒烟。 我一看啊,这里可以出差不多四个状元。 那个就是笔啊,毛笔的笔啊,笔上面不是有一个笔头吗? 那就是烟。 那么竖起来的烟囱就是笔。 所以这个长虹雷战士啊,往外一看。 依照这个地理形式来讲。 后面也有很高的楼,对不对? 后面有高楼。 后面有靠。 两边有抱。 前面有照。 照就是状元笔。 将来啊,所有在这里出入的所有的信众。 每一个人他本身的后代子孙啊,通通都是有邪问的。 而且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巴拉玛或者出外。 他们的事业都会成功。 这个雷战士的地理风水非常的好。 那我今天就是从这个,是今天吧。 昨天晚上坐飞机的。 那么坐飞机就经过休斯顿。 那么转机到了这里。 这个西雅图到休斯顿呢,就完全都没有睡。 那从这个休斯顿到巴拉玛,就睡了两个小时。 睡了两个小时。 其实我很早啊,我就想来长虹雷战士。 心中非常的向往。 心中非常的向往。 听说都是讲广东话。 讲广东话。 还有讲这个客家话。 这个哈卡琳。 哈卡琳。 我愿意。 以天公陆隧。 天公陆鱼。 陆鱼。 陆鱼。 天公陆鱼。 天公陆隧。 天公陆隧。 而且树木都是很清脆的 我就知道 这个巴拿玛经常是天宫落水 对不对啊 常常下雨 昨天还下大雨 雷杖是吗没办法 他一定要打雷的 这个很清脆的地方 将来他会非常的久远 佛法奠基在这里 一定是奄奄流长 我们在这里祝福这个巴拿玛长逢雷杖寺的所有的这个住持委员 所有的理事监事 所有的义工 所有的同修同门 这个久久远远的 忘了千代 千代忘代 这个比我们讲的这个常常讲的爱你一万年还要久 有几次想来啦真的 真的这个都有想到都有想到每一次都有想到这个连进法师啊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这个还是慢点 他叫我慢点 他叫我慢点 我说奇怪为什么慢点 他说啊 他说啊 不好意思讲 机言成熟自然就来 我在这里也祝福这个国家啊 这个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那么也祝福啊 他的治安非常良好 以前我去 我去 我住在美国嘛 美国西亚州 美国西亚州的治安还是算可以的 那 我知道纽约的治安不是很好 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我去 南美洲这个 这个 巴基尔 这个 真帝雷藏寺 就是真帝雷藏寺 就是真帝雷藏寺 联科 联合上 上 上市那里 一去到那里 我才发觉 纽约的治安很好 他说 有一个天使在飞飞飞啊飞啊飞啊 这个飞到这个纽约的上空啊 他一摸到这个胜利女神的这个顶啊 胜利女神的那个顶 他就知道纽约到了 再飞飞飞飞啊飞啊飞啊 飞到巴黎啊 摸到这个巴黎的铁塔的顶 他就知道巴黎到了 在飞飞飞飞啊 飞飞飞啊 飞到一个地方啊 他这个天使的这个手表不见了 他就知道巴基到了 如果我来到巴黎是有一点 看了以后啊 那窗子都有铁条 窗子都有铁条 刚刚我进到休息室里面了 休息室的楼梯的上面也有铁条 我以为我进到这个监廊 然后被关起来 这个就是 联敬法师 他告诉我 暂时不要来的眼影 所以我也祝福 这个 巴黎应该是一个很好 地灵人结的地方啊 将来这个贫富的悬殊 拉平啊 以后啊 就不需要这些铁条 就像当年你们来到巴拿马的时候啊 门都可以不用关 是不是这样啊 要恢复以前的 路不时宜啊 门不庇护 我们佛法在人间最重要的 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快乐 所有的人都没有痛苦 所有的人都能够翻喜的去接受佛法的信仰 所有的人呢 都能够舍弃自己 花菩提心 永远去帮助别人 好 这个是佛法 他本身最主要的目的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长虹雷藏式的责任啊 是相当大的 相当大的 我们每一个人 通通都有责任 让这个地方啊 变成非常的富庶 非常的安宁 非常的快乐 我们今天要灌顶不动明王 跟九日真言 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谎 不动明王就非常大的谎 以前有整理出法本 现在你们知道那些修法的仪轨吗 大家知不知道 修法的仪轨 不动明王的修法仪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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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动明王就是一嘛 不动明王的修法仪轨 想看、念咒、施咒 有划本? 这里没有 但是可以在网站中委会那边拿出来 网站有吗? 网站有 中委会的网站都有 中委会网站就有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 所以今天晚上要跟大家换点这个 当初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传不动明网 是在San Francisco 那时候有两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 传这个法的开始的时候 几千只的鸟从虚空中降下来 降下来 而且围造这个道场的旁边 通通一直在叫 在欢呼 师尊懂得鸟语 以前有一个人也懂得鸟语叫做公字场 有没有? 你们听过这个有没有? 公字场 公字场 南山扶咬羊 南山扶咬羊 你吃肉我吃肠 这个公字场他听得懂的鸟在叫 叫的声音鸟跟他说什么? 他说公字场啊公字场 南山扶咬羊 南山有老虎把一只羊吃了 那这个羊在那边 你去给他拿回来 你吃肉我吃肠 就是鸟要吃肠子 那你吃肉 公字场一听很高兴 他就跑到南山去 把那个羊给他带回来 他不办法羊肉吃了 也把肠子也吃了 他失去信用 下次啊鸟又来叫 公字场啊公字场 这个北山啊扶咬羊 你食肉我食肠 他又听到又很高兴 又跑到北山去 要抓那只羊 去刚好碰到那个老虎 就被老虎吃了 所以我们做人啊 要有一个层子 层 一个层子 层实的层啊 非常的重要 我们学佛也要学这个层子 当初所有的鸟飞下来 跟我一起翻呼啊 叫我传这个法 他们一起翻呼 说叫好 就是讲这个 就是讲这个 so good so nice so happy so perfect so wonderful 非常的好 所有的鸟全部讲英文啊 还好这几个英文 单日我都还记得住 还可以啊 还可以听得懂 我英文是妈妈爹啊 不过 啊 虽然是 english very poor 但是这几个英文啊 我还听得懂 所以那些鸟叫我都听得懂的 他们很高兴 他们希望我把这个不动名王的法 在非常的时期啊 就要传非常的法 把这个法传出去 这个不动名王法第一次传的时候 有这个奇迹啊 第二 第一次传的时候 还这个不动名王的箭啊 我一念奏 南无三万多摩托兰瓦兰兰 很 这个箭就咚 就掉下来 就掉到地上 这个箭啊 再给它黏紧 再给它用强力胶 再给它绑那个塑胶带 绑胶带 透明的胶带 这个念 南无三万多摩托兰瓦兰兰兰兰 它又掉下来 连掉三次啊 表示不动名王法 它将有三大次的传法 三大次的传法 这个第三次的传法就是在你们这个藏宏雷杖时 以后只做灌顶啦 不再传法 好 不动名王本身的 它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大日如来 不动名王 五佛化身为五大金刚 八大菩萨化身为八大明王 不动名王属于日本东密最尊崇的一尊明王 你到日本去 每一个寺庙都供奉不动名王 每一个寺庙都是尊敬不动名王 那么这尊明王它本身的威力是无穷尽的 每一次我在讲不动名王的时候啊 一定要献一个名王的像 这个名王的印呢 所印呢 是表示贱 那么这个印呢 就表示贱 夹 应该是贱 翘 这个翘 跟剑 合在一起 这是不动名王的 最尊贵的手印 最尊贵的 剑 翘 那一定要献一个不动名王像 它就是上牙 它 疗笑 下牙 疗算 很威猛的 这个眼啊 这个很 很愤怒眼 献愤怒眼 献愤怒这个 的像 我做一次像看看 看看有没有愤怒 这是上唇咬下唇 有一个是下唇咬下唇 有一个是下唇咬下唇 咬上唇 下唇咬下唇 是女生做的 下唇咬上唇 下唇咬上唇 是男士做的 要有分别 要有分别 到底是男的胸 还是你的胸 我问诸位啊 没办法啦 我要看小超 小超 这个小超是这样子写的 儿子问老八啊 这个老八你跟你妈妈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爸爸就讲啊 很多年前啊 你妈妈掉到水里差一点淹死 我刚好路过 因为我会游泳 便急忙跳下水中 救了你妈妈 过了两个月啊 我们就结婚了 这个儿子就讲啊 啊 爸爸你太勇敢了 这个爸爸对儿子讲啊 儿子啊 你这一辈子可不能学游泳哦 是男的厉害还是你的厉害 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旅行者 跟一个美国 他旅行到了美国 跟美国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 聊天啊 你当年是不是当过奴隶呢 这个旅行者就问这个老的 这个黑人 黑人就讲说 是的 那个我 我以前是当过奴隶 这个旅行者就讲 但是呢 你们在战争当以后啊 南北战争以后 这个你们不是获得了自由了吗 这个老黑人 他就讲说 不 我便没有获得充分的自由 因为我在战后 我就结婚 我就结婚了 阿弥陀佛 这到底是男的厉害还是你的厉害啊 我看现在的这个 不动冥王的雕像 不只是要雕你的雕像 不是要雕男的雕像 也要雕你的雕像 而且雕他的手啊 不是拿着剑 是拿着菜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人生总是有很感叹的事情 就很这个 很多事情都是很感叹的 那个 当初恋爱的时候啊 有一个恋爱的笑话 有一个恋爱的笑话 你的讲啊 这个谈恋爱的条件是什么 男的讲啊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 就是谈恋爱的条件啊 你的讲 这不是废话吗 这个男的讲 没有错 还需要一大堆的会话 谈恋爱就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一起 两个人天天在谈会话 这是结婚以前啊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啦 我上回讲了一个笑话 有一个男的要自杀 跳楼 站在那个楼顶要跳楼 那警察就去找出他的箭属 接着他的家眷 来劝这个 这个先生啊 你不要跳楼啊 他的太太就来了 跟他先生讲 他说老公啊 我们以后来日方长 还有很多的日子要过呢 这个男士一听了 他就跳下去了 那警察在旁边跟他讲 你不要再恐吓他了吧 你不要再恐吓他了吧 现在讲不动冥王啊 要从政 我不敢讲 我不敢讲 不动冥王有走入真言 叫做临兵斗者借政内在前 这个印啊 叫做四中五横印 四中五横印 在密教里面非常重要 这个叫做四中五横印 林 兵 斗 者 戒 正 烈 在 前 四条重的 五条横的 就变成一个网出去了 你如果每天你修完不动冥王 两只手见绝 在你的大门 林 兵 斗 者 戒 正 烈 在 前 东 南 西 北 你的家的东方 西方 南方 北方 都做了九个切日节 就是叫做节戒 所以 所有一切的大神 恶鬼啊 所有的谋杀 进不了你的家 就像我们这个 长虹雷杖式的铁窗一样 全部都是九日节 统统围起来 小拖都进不来 道劫都进不来 这个就是密教的 无形的节戒 叫做切日节 你在你自己身上做了切日节 你一切的这个煞气就消除掉 所以 记得这个印哦 林 兵 斗 者 戒 正 烈 在 前 就是一个网 一个网出去 一个网出去 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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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动冥王 念不动冥王咒 做九日切日节 可以破所有的上 这是一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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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好念 不动冥王咒 念到很多 念到它感应到你 不动冥王来 你做这个九日节的网 你不止以可以收金压煞 甚至于七魔 七魔啊 你知道大法师演的就是七魔吗 他不过拿天主教的圣水这样子一撒 那个魔就叽叽叫了 你用林 兵 斗 者 戒 正 烈 在 前 那个魔就被这个网啊 被不动冥王的网 剑网给他套住了 就出不来了 或者他逃走了 永远不敢来 今天教大家这个网 你们写九日生言法 你们要懂的这个 把不好的东西啊 全部欺足在外 把好的东西啊 全部纳进来 不动冥王 这个它本身的切日节啊 很有公义的 最重要的一个字在于 诚 你诚心的念不动冥王咒 观想不动冥王在你面前 你锁节不动冥王印 这个咬不动冥王的这个像 做切日节 林 兵 斗 者 戒 正 烈 在 前 你这个切日节做成了 小孩子晚上不会哭啊 小孩子哭啊 他有人吵他 有人在吵他 他就哭 你看不到而已啊 你以为说奇怪啊 小孩子无缘无故 为什么baby哭得这么厉害 是有无形的东西来兜他 来炒他 他睡不着 他就哭啊 所以很重要的 你在小孩子身上做切日节 祈求不动冥王做切日节 让小孩子的哭停止 那个小孩子的马上就停止 这个小孩子啊 这个鼻梁这边轻轻的 就是受了惊吓 受了惊吓 他鼻梁这边轻轻的 你可以收金啊 你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女生一出去啊 全部都变成收金伯 收金伯啊 收金啊 你这样小孩子有问题 我来帮你收金 我念不动冥王做 做七日节 小孩子的这个 惊吓就被你收了 还有煞 这个人有了煞气 你勇敢的过去 我有不动冥王法的九日真言七日节 你不动冥王请来 你做七日节 这个煞气马上退掉 我告诉你啊 被这个魔附身的 被鬼附身的 你做不动冥王七日节 这个鬼马上就离开 很有效的 这个你自己啊 晚上啊 睡眠不好 你在你的床头上 做七日节 凌兵斗者 戒正列在前 你今天晚上睡觉 就会睡得一觉到天亮 啊 这个够棒了吧 你们女生一出去 今天晚上在这里听王法 这个一出去 每一个都是收金箔啦 这个还可以收上 有不动冥王在 受了不动冥王灌顶 有诚心持他的咒 一直持 持到相应 就不得了了 另外还有一点啊 舌头不领利的 你的舌头啊 讲话不是很领利 经常辩论都输给人家 有方法的 最底下 观想 观想不动冥王的箭底 箭的底啊 南 摩 三万 摩 都 摩 都 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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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底下 把一个字 十 krit 排起来 翻想你自己的舌头 到海底轮 变成1把不动冥王的箭 把这个舌头啊 翻几下 翻一下 翻2下 捡几下 捡几下 浑 烂 浑 浑一下 将来你跟人家辩论你都会赢 变成熊变家 这也是一个法 你有时候你讲话老是输给人家 当然女生讲话一定都是No.1的 男生讲话都是很苦很拙啊 比较慢啊女生很会讲话 这个有一个男士啊 那个他太太在炒菜在炒菜 男士就站在他的旁边跟他讲 一呀快要熟了你要撒盐啊 他太太就撒盐 你要放酱油啊他太太就放酱油 你要做什么 你要赶快啊鱼快要熟了啦赶快翻啦 他太太就拿他的那个奸细啊 我们台湾话叫做奸细 那叫什么 蚕子 蚕子那么大 蚕土 那蚕鱼 那个东西啊 廣东话怎么讲 蛤 蚕 蚕 也是蚕蚕啊 那真的蚕啊 那个太太就拿蚕子 往先生的头上敲啊 煮饭我是老手 你在旁边叨叨什么 他先生就讲 我是要告诉你 当我开车的时候啊 我开车我是老手 我不敢讲太多啦 但是我开车你在旁边这样子一直讲 向左转向右转 注意旁边注意怎么样 注意前面注意什么 一直讲 念个不停 所以还是女生的舌头比较厉害 男生舌头是不行的 你们女生如果练这个 那不得了 所有男生得钱不要听你的 男生如果练这个 起骨相当 起骨相当 这也是一个法 叫做熊变法 熊变 你的舌头变成不动冥王的剑尖 开口 别人就会降服 就会受到被你降服啊 就会被你降服 不是降服他 而不是被他降服 而是你降服他 不动冥王的九日真言 的好处 数之不尽 你们想想看 你们将来怎么应用 怎么应用 怎么破斜 怎么绑模 你这个是变成一个网出去 你就可以网 变成一个网出去 变成一个墙 金刚墙出去 变成金刚锁出去 不动冥王 他的这个 有一只手 是拿着宝剑的 这只手拿着宝剑 这一只手 是拿着神锁 神锁的 他是金胎两部的教主 也就是大日如来 金刚界 胎赏界的大日如来 他的威力无穷 所有的邪魔啊 一概可以降服 所以今天跟大家传两个法 一个是 九日真言法 九日真言 收金收杀 七邪 佛魔 附魔的这个 所有的法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不动冥王 金刚 他的剑决 他的剑尖 可以 让你得到雄辩的方法 今天教大家这两个法 重要的 你要有成 我讲了一个诚字 你不可以欺骗不动冥王 你一定要很尊敬不动冥王 另外还要尊重 传 这个 不动冥王法的上师 要尊师 要重视不动冥王法 然后你实际上 很真诚的去修不动冥王法 不动冥王作为你的金刚的话 你所向无敌啊 好好的 好好的持奏 好好的观想不动冥王 那么 好好的入不动冥王的禅定 将来你们会有成就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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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